香港 李嘉诚先生财库是漫出来的 这是他私人的顾问 告诉我的 陈郎先生 前几年过世了 我们很熟 他常常听我讲经 他是个算命的高手 他跟李嘉诚认识 李嘉诚三十岁的时候 刚刚到香港 来做生意 偶然这个人遇到了 遇到他给他看下 他给他算命 问他 你将来希望 拥有多少财产 你就满足了 李嘉诚三十岁的时候 他告诉陈郎 如果我有三千万就满足了 陈郎先生告诉他 他是你命中财库是漫出来的 无论你经验什么都赚钱 你爹命里都不止三千万了 就给他肯定告诉他 你将来是香港首富 过去深重 深深适世修才不是啊 命里财库才能曝出来 不是一神也是修的 所以人发财 人做官 命中住进 前世修的 不是这世修的 一个人的命运 四十岁以前是前世的 四十岁以后是经世的 所以当年我26岁 老师教我修财博士 法博士 无为博士 财博士的财富 洪发立身要财富 没有财富你怎么做 法博士聪明智慧 无为博士健康长寿 教我这三样 我真干了 干到现在62年 越干越欢喜 为什么呢 财富是越识越多 越多越识 千万不要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变成思绪 不但没有功德还有罪过